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序第一題簡單說明 為何此數學是可以描述標的股價的未來走勢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Brecious他們當初寫這條式子 就可以去描述一下股價怎麼從今天往未來去跑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說你要評價一個選擇權 你勢必就要有一個數學工具 去描述一下標的股價 怎麼從今天跑到選擇權的到期日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隨機過程的數學式跑出來 好 那我們再重新開一張新的小R加吧 好 那我們就用間斷時間的版本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條式子就可以去描述股價從今天跑到選擇權的到期日 好吧 那首先我們先再回憶一下 這個delta S除以S其實就是在delta之間之內 這個股價的報酬率 它就要等於一個年化的報酬率乘以delta T 那等一下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就年化報酬率假設是10%好了 好 然後這個delta T 我們就假設一年把它切成107%好了 好 然後再加上一個波動度 這個波動度怎麼計算 我們就之後再說 而且它的意義我們也是之後再說 那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的時候 我們就假設波動度 你化波動度是20% 好 那這個delta D 我們說過D就是一個布朗運動 所以delta D所穿的就是兩個不同時間點 這個布朗運動它位移的差距 我們說它其實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然後期望值是0 不要但變異數就是delta T 也就是你只要兩個十點拉得越長的話 那未來的不確定性就有越大的意思 好 那因為這個delta D 它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在模擬的時候 就是要每次到這個期望值是0 變異數是delta T 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就是1% 變異數是1%的常態分配裡面去抽亂數 但是大部分的統計軟體 其實它只有標準常態分配的亂數而已 它只有標準常態分配的亂數而已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標準常態分配 但是它們的期望值跟變異數可能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到底怎麼去做狀況 這就是你們統計裡面所學到的一個東西 叫做標準化的概念 統計裡面告訴你說 隨便的一個隨機變數 只要你減掉你的期望值 在我們這個例子期望值是0 然後再除以標準差 在我們的例子裡面 這個標準差就是delta T 我們說這個東西其實就會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就會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所以我們從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其實delta T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的就是Action 它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再乘以delta T 快更好的結果 所以整條式子我們就可以怎麼寫呢 我們就寫說過了delta T之後 那標的價格的報酬率 其實就是等於一個年化報酬率 乘以delta T的時間長度 再加上波動度 然後乘以根號delta T 然後再乘以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所抽出來的亂數 所抽出來的亂數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去做呢 我們先直覺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到X2裡面去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好 那假設呢 股價本來是50 我們就把它叫做X0好了 然後delta T 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好像是在一年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期間切成100期 所以呢 就是有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二等等 一直到一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一年 好 所以呢 今天的股價呢 假如是50塊錢的話 那我們現在呢 就很好奇的說 那下一期的股價 也就是呢 一百分之一年之後的股價 會是等於多少 會等於多少 好 那這條市值呢 能夠給我們什麼樣的想法呢 那就想看看 其實呢 從第0期到第1百分之一年的時候 這個股價的變動 除以50塊錢 因為我們說呢 現在S0是50嘛 好 所以呢 它就等於什麼呢 它就等於10% 然後呢 再乘以1%年 好 然後呢 再加上呢 波動度是20% 然後呢 再乘以1%年 還更好 然後再乘以一個亂數 再乘以亂數 所以呢 我們就要到標準產代分配裡面呢 去抽取一個亂數出來喔 好 那抽取下來之後呢 右邊這前條市值都可以算得出來嘛 然後呢 再乘以當初的股價50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DataX 這個Data每次滑鼠腳按的長一點就會變成好像是Sigma的感覺 好 那這個DataX呢 理論上它應該就是 嗯 從10.0到1%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DataX下跌是1%的這個值喔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50呢 再加上 上面這一項 上面這一項 也就是呢 從10.0到10.1%年呢 這個股價變動金額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在1%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股價是多少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終於把這個東西給算出來了 就算出來了 好 那算出來之後呢 這個程序可以一直做 怎麼做呢 我們還是一樣 看第一百分之一年到一百分之二年呢 那這個股價變動會是多少 我們就把它寫成DataX 然後下跌是一百分之二 然後除以剛剛我們算出來的一百分之一年那個股價 那事實上呢 這一整項就是什麼呢 就是股價從一百分之一年到一百分之二年呢 股價的報酬率嘛 那它呢 還是要等於呢 年報酬率10% 然後呢 經過了DataT 所以經過了1%年喔 好 再加上呢 波動度 年報酬 年波動度20% 再乘以呢 嗯 更耗1% 這事實上就是更耗DataT 然後呢 再去乘一個AXIO 這個AXIO呢 又要去從標準TataXIO 又要去抓一個亂數出來 那假設呢 我們現在已經抓亂數出來了 所以呢 右邊這裡又可以全部算出來了 算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乘以 在第101年 一百分之一年的 那時候的股價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股價從一百分之一年到一百分之二年的股價的變動金額喔 好 那我們呢 只要把一百分之一年的股價 再加上呢 從一百分之一年到一百分之二年股價的變動金額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在第1百分之二年的股價金額是多少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下一期的股價 那就知道這個程序可以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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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第一年的股價 長成什麼樣子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呢 這條式子 其實它就可以去描述股價怎麼從今天跑到未來某個十點的結果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到底你在XR怎麼做 我們就做一個很爛的例子好了 所以呢 真正在做的時候呢 還是會用 比如說像 我早期是用Mathematica來做的 那已經是很古老的時候的歷史喔 那為什麼喜歡用Mathematica來做呢 因為它可以做符號的微分喔 那在那個年代其實 能做符號的微分的程式還真的是不多 但是呢 現在很多程式啊 例如說像Python都可以做這種事情了 所以好像也沒有必要去去學Mathematica或是Mathematica Mathematica後來它終於可以做符號的運算了 好像是跟人家買了一個軟體然後然後附掛上去的 那符號運算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喔 也就是說你假如在做眼神商品的評價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去算很多的偏微分 但是那個公式實在是看起來很討厭 然後你大概呢 也沒有想要自己用比算去算 所以你就把它丟給Mathematica 他就真的會幫你做符號的運算喔 哎呀什麼是符號運算呢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 你今天呢假如對X平方呢 然後去做積分的話 那大家都知道呢 我覺得X學大一點 大家都知道呢 這東西記起來就是1 3分之1的X的3次方 再加上一個常數嘛 好 但是呢 事實上這個X是騙人的 你大概可以把X改成X1的X也是可以的喔 好 所以呢 今天假如說對X平方 然後呢 去做積分的話 那其實呢 你只要做到Mathematica 他就告訴你說 他真的就是長成1 3分之1的X 3次方再加上C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可以做符號的運算的 那這個在當時還挺有趣的 好吧 我們來用X社來做一個簡單的事情好了 那 這裡為什麼會出現奇數呢 嗯 真的還是奇數喔 就是呢 我現在要 要 要寫一下 到底是第幾期喔 所以我們要第0期 第1期 然後一直到第100期 因為呢 我們把英聯割成100份 所以呢 我們就到了第100期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在弄一個格子 叫做亂數好了 亂數 我們可以把它弄大一點 或許大家看起來會比較容易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去生成標準常態分配的亂數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其實在Excel裡面呢 有一個資料裡面 那有一個叫做資料分析的喔 那你假如 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就點下去 裡面會有一個亂數產生器 那假如說你沒有這個功能的話呢 那就是你沒有把它安裝下來 所以你可能就必須要到 這個Excel改版好多次了 有時候都搞不清楚東西在哪裡了 你可能要到這個 按這個東西 然後有一個什麼選項之類的 裡面 有把那個VBA工具箱把它叫進來 這個大家去網路上查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假如說你今天 你還是VBA工具箱抓不進來的話 那你就把你的那個原辦的軟體拿出來灌一下吧 可能當初沒有灌好 那假如說你把你的光碟片拿出來灌了 就發現還是沒辦法做的話 那很有可能你的軟體就不是正版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我按錯的地方了 我們看一下資料求解 資料分析 那這裡面有個亂數產生器 我們就把它按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叫它去模擬一個變數 然後呢 這個變數裡面呢 我們要有100個亂數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一個一維的隨機變數 那這一維隨機變數裡面呢 其實要產生100個亂數 那分配呢 我們就選常態分配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說 你是不是要平均數0標準1的長態分配 那事實上這就是標準長態分配 那假如說你不喜歡 你要改成你所想要的 都可以自己去改 但是一般的統計軟體啊 說真的就是它只有提供標準長態分配的軟數 事實上在更低階的統計環體裡面 它甚至就只有提供 uniform也就是均勻分配 0到1的均勻分配 因為在高桶裡面 有一個定理就是說 其實呢 在符合某些條件之下 很多分配 事實上它都可以從均勻分配裡面去產生出來 那個就扯遠了 我們就不講那件事情了 不然好像這個章節要錄好幾個小時了 好吧 那輸出範圍呢 我們就給它定一下吧 好 輸出範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它就會真的產生100個標準長態分配的軟數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開始寫一下股價 那股價呢 剛開始是50塊錢 我可能再加一欄好了 其實並不用弄這麼多欄 但是要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們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股價 然後一個叫做股價變動 好 所以呢 我們先看一下從第0期到第1期 也就是從第0年到1%年 這個股價變動到底是什麼呢 好 為了再更清楚一點 我在這裡再把一些參數呢 弄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呢 這個面我們剛剛是假設是10% Sigma呢 Sigma 好 沒有拼錯 是20% 比T呢 其實就是1%年 好 所以呢 我們說從第0期到第1期呢 股價變動是多少呢 那大家不要忘記喔 它到底是什麼 其實股價變動就是這一塊 我把它框起來 股價變動其實就是右邊這個東西算出來之後 然後還要乘以今天的股價 這事實上就是股價的變動 好 所以呢 我們就 就 這等於上一期的股價 然後乘以什麼呢 我們就開始寫那個公式吧 所以就是呢 明乘以比T 然後再加上呢 Sigma乘以 βT開根號 所以就是SQRT開根號 好 然後呢 再乘以 我們抓出來的一個亂數 好 所以股價變動呢 就是等於這樣子 那當然呢 等一下我要直接拉下去啦 所以我就把 很多東西都把它固定下來好了 例如說 這個μ我也把它固定下來 我就按F4 然後呢 這個i3也固定下來 i2也固定下來 i3也固定下來 好 所以幾乎都固定下來了 好 所以我看一下有沒有做錯 因為我發現年紀大了 所以一面講話一面做事呢 現在的錯誤率真的是 越來越高了 好 所以股價變動是這樣子 沒有錯 好 那我們呢 下一期的股價 其實就是這一期的股價再加上 這一期到下一期的股價變動 好吧 那 我等一下就要複製下來了 但是在複製下來了 但是在複製下來了之前呢 我還是 看看他沒有做錯吧 因為最近在做錯的比率太高了 好 應該是沒有錯 那我們就把它複製貼上 那什麼複製呢 那你就把這個油標放在右下角 讓它出現的十字號之後 你就把它拉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模擬出一條股價了 好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股價呢 把它畫一個圖 畫一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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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畫一個圖呢 我們就畫一個線圖好了 好 所以這個股價呢 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們就從50塊錢開始的嘛 它一年之內要跌到35塊以下 的機率不是很高啊 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就 把低點弄成35吧 好 那這樣你就模擬出一條的股價出來 那你當然呢 可以再做一次啊 所以你就在資料分析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 就按確定 他就問說 我要把它覆蓋你剛剛的亂數位置了 那你就說好 所以這樣又模擬出另外一條股價 好 那假如說呢 你要繼續做下去的話呢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呢 再重複做一次 就可以模擬出第三條股價 那你可以想像呢 假如說 我們現在要去評價一個選擇權的話 那假設那選擇權是一個買權 里業價格呢 是50 里業價格是50 那你就模擬出一條股價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股價 假設我們要評價歐式的選擇權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股價到期的時候 它的股價是多少 那跟里業價格相比 那想減之後有沒有比零大 腳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得到第一次模擬結果 買權 它的權利金 它的到期的時候 的權利金會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模擬100萬次 我們就可以得到100萬個 到期的時候買權的價格 然後我們再把它折現回來 不過呢 講到折現呢 大家可能就想到說 咦 那我們現在呢 用的是真實世界的報酬率 那我們所得出來的呢 其實是真實世界 那在到期的時候 買權 它的100萬個報償是多少 那這種呢 我們折現的時候 就要用真實世界的折現率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啊 對這沒有錯 如果我們在西亞的那個影片 已經討論過了 所以通常呢 我們就是會去找一套機率 使得呢 在這套機率之下呢 那所有的資產 它的報酬率 都變成無風險利率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真正在模擬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假設股價 它的報酬率也是無風險利率的 那這樣的話呢 在這個機率之下 未來選擇權 它的報酬率 也會是無風險利率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很放心的 當今天股價的成長率 只要把它改成是無風險利率的話 我們模擬100萬次 我們就可以得到100萬個 到期的時候 那這個股價 到底股價是多少 然後呢 我們就代入買權 它到期時候報償公司 我們就可以得到100萬個買權 到期時候的報償是多少 那因為呢 在這個機率之下 買權它的報酬率 也是無風險利率嘛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100萬個 就把這100萬個買權 到期時候報償 加裝起來除以100萬 然後用無風險利率折現回來 就可以得到 一個賣權 今天的價格 事實上這個就是 用Mondikarbo方式去做 好吧 所以 似乎上沒有人這樣子 每次要模擬給股價 就要按一次 這樣其實會按到手段掉為止 不過呢 我們來做一件好玩的事情好了 也就是說呢 你可能覺得一條股價呢 看的不是很過癮 那我們來模擬個 26條股價好 那為什麼是26呢 因為 英文字母就是26嘛 所以 我就 試著看看模擬26個 東西好 那首先呢 我們還是一樣奇數 然後就是12 然後一直到 一直到100 一直到100 好 那我現在呢 就讓它產生26個亂數 26微的亂數 那每個亂數裡面呢 就是 有100個 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這就是亂數1 亂數2 我真的要去到26嗎 好像也可以啦 好 那因為這個螢幕還 就這樣好了 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亂數呢 就把它放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換句話說呢 今天B其實就是 我取第一次100個亂數 那C呢 就是我取第二次100個亂數 但是我現在就把它全部都 把它寫在這邊好了 所以我的亂數就是寫在這個工作表 那我們來試看看 剛剛做出來會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好 我們先把亂數模擬出來吧 所以呢 變數的個數我們現在有26個 然後呢 每一個呢 要模擬100個亂數 那也是一樣 是標準常態分配 好 那輸出的範圍呢 我們就把它 界定清楚好了 就把它界定清楚 102 OK 好 然後這樣子的話 理論上應該它就會模擬出 26條亂數 每一條亂數裡面 都有一百個元素在裡面 好了 那我這樣子到底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已經模擬出很多亂數 所以我就可以把 26條股價就寫在這邊 那其實做這件事情 只是要讓你知道 到底這些股價它未來的分配 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 看會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厭其返做一下吧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把股價 寫在另外一個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 好 所以鐵上 好吧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剛剛的第一個亂數 它所模擬出來的第一個股價會是什麼 那當然呢 這26條股價的路徑呢 其實都是從50開始 就是從50開始 所以我們就 第0期都是50 好 那我們來現在看一下呢 第一個路徑 它會是等於什麼 它事實上就是等於50 然後再加上ΔS ΔS是什麼呢 就是50 然後乘以μ底P 是0.1 然後底P是0.01 那我就再設格子來設這些東西 好 再加上Figma就是0.2 然後乘以ΔT 還更好 所以乘以SQRT 0.01 好 然後呢 再乘以一個標準檔案學期變數 那它在什麼地方呢 它就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同樣位置的地方 好 那我就把它 挖號起來 好 所以我們說第一次的股價呢 其實就是變成 從50變成47.834 那我再看一下有沒有做錯 就是B2加B2 然後乘以μ底P 再加上Sigma 更號底P再加上 對好 所以我就把它複製出來 事實上我就得到第一條的股價了 那因為我已經事先模擬出26條學期變數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複製貼上了 那複製貼上有時候蠻好用的 但是有時候會釀成很可怕的災難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貼上在這邊 好 所以我就模擬出這麼多條的股價 但是它似乎 我到底有沒有按複製呢 我起初按複製 但是框起來之後我沒有按 貼上 挺有趣的 好 就貼上吧 OK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麼多條股價了 那因此呢 我們現在就把這麼多條股價呢 就把它畫一下吧 就把它畫一下 嗯 好 那我們就畫一下吧 嗯 其實有時候我已經覺得我都沒有準備就這樣子講 還有蠻大的風險 哈哈 所以 哇 這太可怕了 這個東西刪除掉 然後 然後 圖表標題也把它刪除掉 那 因為呢 看來最低就到30而已嘛 那我們就做標準格式 最低最小的就把它弄到30好了 好 所以看起來呢 我們26條股價的路徑就長成這個樣子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呢 你可以再多做幾次吧 例如說 你這邊呢 你再做一次剛剛同樣的事情 好 那也是產生26條 有100期的亂數 所以亂數產生去產生中 怎麼會這麼慢 好吧 那我們就看呢 這個股價就變成這樣 那跟剛剛就不大一樣嘛 剛剛我們發現呢 最低的股價到30 那這次模擬出來的26條 就 就 跟剛剛不大相同 按照說呢 你還有興趣呢 想再做一遍的話 那就把剛剛的這26條 再做一次 就是 那 這電腦好像 亂數產生還蠻慢的 怎麼會這麼慢呢 好 那 第三次的結果呢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 好吧 那這實際上就是呢 在Brations的架構之下 那我們去模 每次模擬26條路徑 當然這還是一個很笨的方法 因為假如說你要模擬100萬次的話 那 還是會按到鎖斷掉 所以 真實來做呢 你除非在XRX的VDA 要換 其實就是要用 像R或Python來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就是說 你會發現呢 這26條股價都從50開始跑 但是呢 跑到最後的時候呢 似乎這個股價它有一點 它有一個分配長成什麼樣子 就是說股價可能非常非常高 但是呢 但是呢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都會在50附近 那它也有可能會變很低 但是呢 很低的值 似乎沒有很高的值那麼的多 也就是呢 這次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 我在這裡就先提一下嘛 就是說 通常呢你假如看一下 那股價它的分配的話 那這個呢 就是股價的機率喔 那我們說呢 等一下會講 在Braceous的架構之下 標的物呢 未來某個期間 它的股價的分配 會是一個對數常態 那也就是 有些說它會是一個右偏的分配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股價可能會長很高 但是呢 機率很小很小 大部分還是在原來的50左右 那當然它也會跌很低喔 但是最低最低就是到底 但是重點就是呢 它會有一個右偏的感覺 也就是呢 今天整個分配 可能右偏的尾巴會拉得很長 那其實反映在這條這個圖上面的話 就是說 股價往上是越高的嘛 那越高的那個股價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但是機率其實很小 然後呢 這是一個 比較有右偏狀態的一個結果 好吧 所以呢 我們這題好像講得非常的久了 那我們終於呢 用Excel呢 來跟你講說 那在這個架構之下呢 為什麼這條數學式 它可以模擬股價未來的走勢喔